機車騎士看見柵欄升起前腳才剛出 後面一名女騎士緊追在後 大力摧油門往前衝 沒想到這時柵欄降下來了 她第一反應低下頭 機車仍然繼續往前撸 瞬間卡在脖子前面 人往後摔 四腳朝天 安全帽也噴飛 躺在地上相當痛苦 動彈不得 這是前面的騎士跟停車場管理員 聽見巨響趕緊走下來關心 事發就在6號晚上10點多 捷運新電站轉成停車場 當時29歲的女騎士疑似因為剛下班 精神恍惚 才會一個不小心跟車跟的太極 被柵欄擊中 而這一帥也害了她 全身多處擦措傷 幸好送醫治療後 已經沒有大礙 船會事發現場不管是入口還是出口都有清楚標示 進出場一律採用車牌辨識 還特別強調一車只能一趕 代表一次只能給一輛車過 業者也說 如果因為闖關逃票或是疏忽撞上 恐怕就得付上四千五到六千元的維修費 雖然這回停車場業者決定不求償 但這名女騎士因為一時恍神疏忽 直接從機車坐墊 陽天摔到地上弄得全身傷 這一幕不管看了幾次都覺得好痛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